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那联准婚这一次呢 是确认升息三码 消息一公布之后呢 美股市先反弹 而台股周四早盘有开高 一度大涨了超过200点 但是因为这个上方还有压力 所以盘中就震荡了开高走低 面对升息之后的操作呢 投资朋友们可以如何来因因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 Ruby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卢比好 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联准会升息完三码之后呢 台股市开高走低 那七月还有一次升息 所以呢 有些股票要到七月才会见底 那现在呢 就是要避开这些股票 后续可以怎么来观察呢 好 我现在就来讲 是 升息这个 美国通膨这件事情 你用货币政策的手段可以解决吗 我说真的 我认为不行 你看 这次和通通上涨了几个主因在哪里 第一个是能源 那我问你俄乌打不完你 你能源怎么解决 你不会解决的 你解决不了 但是美国政府不会讲这个东西 全世界仰赖美国的其他政府 也故意不会讲这个东西 大家不会讲 大家就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 然后呢 心里不爽的时候就看一下TOPGUN 啊汤哥 美国国西 对 有够帅 对不对 太帅 是 回来就会觉得说 好吧 我们再坚持一下 但是你不会去讲那个源头吗 没有我会提的 谁那么白目啊 对不对 但真正看得懂的人 看得懂啊 你这个东西拿掉了 你游客马上就回来了 那个欧洲能源的问题也解决了 你接下来冬天 过了夏天过完就冬天 我告诉你们 二无战争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 天然气是什么问题 好 那我现在再拉回来 第二个就是更不可能的嘛 他从运价开刀嘛 就是美国认为说 我东西这么贵 就是因为我运价贵嘛 是 所以他搞一个什么东西 航运改革法 对 改革法 那你觉得他是真的要搞 还是要他搞给民众看 我们不知道嘛 是 对不对 因为你实际上东西贵 真的是因为运价贵吗 没有错 可是我跟你讲 这也是真的哦 因为我有跟日本钓鱼店老板聊过 我说为什么你们要一直涨价 他说没办法 现在运价真的太高了 这没办法 这讲是真的 那你把它打掉以后 东西会变便宜 反正总而言之 你看他朝这两个方向左手 然后我们现在讲 如果你用升息的手段 有没有可能麻烦把物价压下来 我觉得有点难啦 你塞港也不是纯粹为了要涨价 航运业故意让他塞港嘛 我觉得航运业也没有那么白目吧 对不对 你塞港也是因为有那个需求嘛 对不对 而且以前人家不是讲说什么疫情散去了以后 塞港问题就结束了 现在看了半年 也没有结束啊 还是塞啊 对 所以你短期之内不会结束嘛 好 那我现在来讲 如果你短期之内不会结束的话 大家就需要喘息时间嘛 是 8月就是喘息时间 他不会升息 对 8月 对 空窗期 那你6月升完一次 好 他升3码是还不错 为什么 升3码会给人家一种 仗币的感觉 就是说 你不太有机会看到4码这个数字啊 你一次就下3码的话 大家就觉得说 那你了不起就下3码 最重就这样了嘛 那大家就抢 可是注意一下 7月还有一次 对 所以8月是那个 我们说空窗期嘛 那9月的上半个月又没有 对不对 要到下半个月 那你是不是从7月升完以后 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让你反弹 所以就很简单 6月一只脚 7月一只脚 第一波的股票会先从6月涨 但是呢 被投信被法人放弃掉的股票 你7月才会涨 这东西我上个月 上个礼拜也曾经跟各位讲过 有一些气量狭小的操盘人 对不对 我们一起买了很多股票 大家都拍手叫好 对不对 这个尤其大家又把投信棚很高嘛 对不对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国内的环境这么崇拜投信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蛮久了 其实我是想不出来为什么 那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是我们台湾特别的一个文化现象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这个财经媒体的周边 常常会去请人家出一些报告 会引用人家的报告 那引用报告的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嘛 对吧 所以他们又不能乱讲 现在因为大金控法规很多嘛 就感觉神秘 反正就把它弄得很厉害 但看起来我觉得今年的表现也差强人意啦 好那我们说有一些投信呢买了一些股票 那其他投信也买了嘛 那你看本来想说第一季已经那么难看了 第二季地玩狂然 现在看起来第二季也灾了对吧 对 有的投信就很聪明啊 反正我想说最后两个礼拜输定了对不对 干脆我先出啦 对他就放弃了 那你不出嘛对不对 结果你本来赢我对不对 结果你的股票跌下去 到最后我要赢你 比方说我赔8万你赔10万嘛对不对 那赔少的就赢了 对 那我赔少的就赢了 我还是赔 那管你人家是谁 那你赔比我多嘛 投信就算排名吧 这个时候已经进入那个宫廷 耳于我炸的那个宫廷戏你知道吗 对 所以你看这个现在有一些股票 比方说你像记忆体啊 都没有人出来讲为什么 你看群联你看那个 你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 你知道吗 那股价就是 或者说你看像那个什么 呃滑邦店好了 你多少散户有滑邦店 非常多耶 非常多好不好 因为他股价又比较低一点 从南到北 多少人啊 是很多小股东 你看这次他这样子反弹 有将来反弹吗 对吧 是不是慢慢爬到下面 然后你看也没有什么人出来讲 讲记忆体怎么样啊 这个问题又不是 这个又讲起来又很好笑 因为记忆体本来去年 那个外资就唱吹过了嘛 是 然后不是有反弹上来吗 国内的媒体一堆人一面倒 你知道吗 呵外资认错下跪回补 什么之类的 讲一些那种有没有 然后现在准备要破敌了 又没有人出来讲话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 投资人也是比较辛苦啦 因为你们情绪有时候会被主流的大媒体操弄嘛 对不对 他们在那边嘴上爽的时候 你们是用自己的钱真的下去跟他 跟他身体力行拼着干嘛 对啊 到最后输赢是你们在承担 然后红的可能都是那些网红 像以前不是有一个什么 台积电600块以下随便你怎样的 闭着眼睛 对啊 那个我觉得这也是这种话 还是要 可能还是说你自己听完以后 你要想一下适不适合你 要判断一下 对吧 因为你说你一个 可能你资金就一笔嘛 比方说100万对不对 那你一张下去了 大概也塞了是吧 那我问你闭着眼睛随便买 假设我真的闭着眼睛买 两个人好了 一个人买在590 一个人买在550 你说有没有差 那怎么可能会没差 还是有差吧 那我现在就告诉各位说 第二批股票就是要等到 7月的时候 7月的时候才有7月落底 那因为原因很简单嘛 那7月的时候就你再升完了 就放暑假了 对8月空窗期 所以法人有一些放弃的股票 赞远三雄 我跟各位讲过了 那星星蓝电这些 才能滑了嘛 对 那你当时在涨的时候 其实也是请全力 有没有 这个不知道多少 法人出过多少报告 写的感人肺腑 有没有 都可以拿来演电影的 哇 那个有的真的是写的 我都觉得说他们写的那种报告给客户看 客户真的会看吗 对吧 有的客户 我当然我不知道什么客户了 哇那载版写的 实在是我都觉得 文庆并骂 对啊 然后反正 反正现在有一些反而也松动了 那就是如我刚刚所说的 那没人管了嘛 就掉下去了嘛 那这一些类似的股票 因为您记底有做账 那预估呢 到30号之前 比较不容易做强而有力的反攻啊 那这个时间点呢 就落在7月 所以我们现在讲就很简单 就是说 呃 我们第一阶段有跟大家讲嘛 就是说中生代的朋友哦 那你高档有出的 你打算 呃 买在这个地方 呃 利空出进 进场的 感觉到有点失落 因为今天开口走地 我跟你讲 不要感觉到失落 这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股票分两批 一批六月份落底 一批七月份落底 所以我现在要在老生常谈一件事情 就是说 股票的输赢是来自于个股啦 是 不是来自于指数嘛 对不对 你如果说喷指数的话 当然 看起来的话开口走地 但是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我们的东西了 我不把它放在最前面的讲 是因为大家听了可能会不高兴 拍谁又涨停了 对啊又涨停 就是 又创高 就是又涨停了 没办法 是 所以我 因为 我们常讲一个东西叫做 看大做小 看高做低 看就做新 对吧 那每一个阶段 是不是会有每一个阶段 不同的龙魂 是 你像这一波的话 汽车M市场一定有嘛 但是我有时候 这个我就有点不太想讲 因为引起很大的争议 我记得那个耿鼎 他在涨的时候 一大堆这边 东一句 西一句 什么爆量又怎么样 我又不讲加速战局 那我是觉得说 反正你跟你体育器长到这边 你找一个刚起长的AM 那总没错吧 是 新的新闻就是说 美国有一些保险公司啊 对于这个修缮市场的那个零件 会给你出险 那这其实也没 也没什么啦 这个就是保险出险 就是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比方说你 你车子保全险嘛 对不对 那你新车保全险 那以前来讲的话 你撞到的话 当然你会开到原厂去嘛 对 原厂给你估个价 他帮你弄好烤漆怎么样 给出个单子 对不对 保险公司钱就付了嘛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把有一些 AM市场就说 有个车你很老了嘛 你很老 你就不会去保什么险 你开个十年保什么险 对不对 你把个强词写就好了 对 对 那但是因为 现在就是说 他也有一个新的那个 一个新闻出来 你这个东西我也愿意保 那你到汽车财团行 买个保险 买个什么保险 那自己喷一喷 那也OK吗 那发票怎么样 当然我看他怎么规定 不管啦 大原则是这样 就是说 你M市场的东西 我也可以出保啦 那就把它再拉一段 但我觉得 其实这个东西 不是他上涨的 这个最主要原因 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本来就在上升趋势 所以 他现在在这个 礼拜四的时候 不是盘中又拉了一段吗 那我讲一个东西很简单 你M市场当中 早还没有涨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你就避开嘛 那东西 你一定要问我说 他会不会过高 他高档就是 一堆当中客 可是从那边震来震去 你去问他 一定会不会过高 文杰让我看高做低 比方说你说 问我说 亚华 我问我不要在哪里 对不对 那第一个首先 我们说这个 营收会一直上去 假设说营收一直上去 你股价就一直上去 你营收什么时候停 股价在什么时候停 这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 根据你看高 第一个原则 亚华 他要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北极星 对 龙魂了 对不对 是 天上的北极星 不是盘面上涨平的北极星 是 那昨天有听众来说 老师我知道你在暗示我 所以我去买了北极星 那也恭喜他 那我也恭喜你 哈哈哈哈 你虽然太可爱了 这个这位中部的朋友 是 好 那这个 他真的跟我开玩笑 还是在亏我 我搞不太懂 应该不是吧 真的有战犬 应该是 可是他也有一点 就是蛮好笑的一个人 是 好 那这个 生技既然有龙魂在带嘛 那是不是 我们讲说 星耀族群在低档起掌的 当然也可以当作一个 观察目标 是 所以又回到 我们讲了 又 问题又回到这边来了 假设你不喜欢生技 怎么办 又来了 我没辙了吧 对 又来了 因为 因为本节目的中心 中指就只有一个而已 谁当主角 我做谁 对 就是做主流 他们刚刚主角是阿汤哥 是 如果被换脚了 我也只要做另外一个人 是 是这样讲吧 是 你说说换一个 换另外一个人 那我也没办 你看蝙蝠夹一直换 好几个蝙蝠夹 对 他们刚刚只有阿汤哥 蝙蝠夹好几个 蝙蝠夹一直换 对 那我只记得最后那个蜘蛛人 你要我记得以前 旧的蜘蛛人是谁 我说真的还有点忘记在长相 对不对 我当下就记得这个 每一波我都做主流 那没办法 那你说要在那边上新高 我当然是买低档钢琪档的新药股 是 但你要复制龙魂 要有复制龙魂的样子 因为药华耀这次 跟七八年前 当时长得又不太一样 长过什么东西 在台湾长过蛮多的 你看什么基亚 浩鼎 很多最原始的 当时玩新药 要第一段在玩药证 后来大家不玩了 因为玩几次觉得不好玩 对不对 都是前面的人在拉 然后大家后来就学聪明了 反正你要公布的前几天 大家把它卖光 对不对 那到最后就一个月前卖光 到最后就连涨都不涨 对不对 你要投药证你家的事 你要解吗 我不跟你玩 那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完成第二种阶段 就是你要拿到药证再说 对 然后药证 但是现在恐怕还不是最重要 因为药华药这次开的先驱 就是说我拿到药证 告诉你说我药核准了以后 你看美国卖很好 你说营收拉起来 我营收拉上来了 那可是你要学他这个 你要学他这个模式 蛮难的 台面上有几个 可以拿到药证又有营收的 说真的还不多 对不对 偏偏我又找到了 好厉害 不到一百块 买了就涨停了 那我又整体来讲 我就是先跟大家讲结论 就说大家不要灰心 虽然开高走低 但是那只是一半的个股 这一半的个股呢 会在7月的那一次 见到底部上涨 那现在这个地方起涨的是 6月要起涨的股票 等于是你把台湾起涨的股票分两批 一批是6月这一波起涨 一批是7月那一波起涨 那先涨了当然这些先赢 所以这一波来讲的话还是没有错 在美国的6月升息以后 利空出境 那在这边跟我们一起来做进场 因为你要考量到另外一个点 万一他美国在7月只剩200 你怎么办 那你会市场上会截读说 你从高点反转 利率开始走那个降细循环了 那你那个时候买来不及了 所以你现在还是要进场 只是说你现在要买 现在这一波的强势股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表达最中心的思想 好的那么就请大家 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蔡英斯坦免费的耐账号 那么这一次升息之后 有很多新股票会出列了 把握这个反攻的机会 这一次欢迎来电咨询 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进广告咯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毫无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穿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23年来 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锈谷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听众朋友联准会升息之后 这一次台股会分成两波 那么一波是准备反攻起涨的 另一波则是还没有见到低点 所以要避开破底的股票 把握准备大涨的个股装 真正的实战操板手 蔡英斯坦来带领你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在药华药创高之后 我们还有一档同样拿到药证 而且这个营收也创高的秘密武器 这一档药华药第二 务必把握股价还不到100元 今天播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 欢迎回到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生计股是这一次 领先走强的族群之一 当然它要包括像是低轨卫星 网通跟车电股 都是老师之前就在节目中 预告给大家可以留意的族群的 那么请教老师 接下来可以如何来追踪 刚才一定会有人猜 药药第二是不是泰福 那直接讲不是泰福 不是泰福 大家不要选错了 那泰福的话刚从底部起涨 几个新药研发的 像宝瑞 泰福 然后北极星 北极星的话 其实他大股东里面有电子股的色彩 郑文集团他们的 所以不要不要不要 这个应该怎么说呢 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不是说 因为大家来讲的话 每次看到生计都那几个家族 大家都看不烦了 其实有一些生计股是这样子 本来在新贵的时候 后来可能创头把持股出勤了 有一些电子股最近也尝试去做入主 这蛮有意思的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核一核一的话 在这边打了一个双底 那这是老一老妖了 那电动车题材的话 当然金宇 你看金宇拿到那个电池交换站 那然后因为华汉嘛 华汉那个产股的那个消息 后来报纸上有灯了 那灯完以后大家就觉得说 哇那这不一样 这未来来讲大转机 那市场就一样一股而上 好那我们就来跟各位讲 广通还是一样 那这一波趁着拉回的时候 还是一样有布局的时间点 整体来讲的看法大概不变 就是在这个强势的集团当中 像低轨卫星嘛 对不对 低轨卫星的话 因为有一些股票 你在拉他业绩不好 那你在拉第二次第三次 市场上就不领情 就把你卖下来 所以我就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低轨卫星这种题材 拉回再买 那过高就不要追 对不对 然后新药股的话就很简单 看着这个药华药 我们就开始找这个 位阶相对来讲比较低迷 比较低档 然后刚刚转强的股票 因为这一股现在 其实最近的两天表现不错 尤其都是新药股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应该也是跟被药华药带动到有关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的观念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 出来带动市场情绪的东西 对 它比什么都重要 你比方说 假设台积电现在供到700 我跟你讲 什么情绪都会来 对啊 整个市场都会带动 被鼓舞了 整个都疯狂了 你整个半导体都回魂了 就算你业绩不好也没关系 我跟你讲说我明年怎么样 我甚至可以把故事写到三年后 对 对啊 那因为 其实股票市场就是 市场上的认同的东西 就是 就算哪怕你现在没有业绩 我只要告诉你 让你深信 我明年会很好 你一样会来买单 对不对 是 那有一些股票 就是说可能要做贩股操作 那贩股操作的话 这对投资人来讲就比较痛苦 可是我要来跟各位讲一件事 美国股市从08年09年海啸以后起涨开始 你像现在2022年吗 对 一般来讲涨13年涨12年 是一个大循环的末端 很正常 不奇怪 你如果用NASDAQ的月K线去看的话 MACC到零轴以下 30年来只有两次 海啸之前也算一次 然后网路崩盘算一次 这次就第三次 根据过去的经验的话 打底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呢 强势股操作一定还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 你就算是一个震荡或中空 或底部的格局 不管你是哪一种 都一定会有当下的主流 而且主流就是走到下一次 那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已经跌了半年了 然后呢 已经告诉你说我现在升级三马 不管怎么说 就有一半的股票落底就在这里 好好把握底部起涨的股票 我觉得是现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么从现在开始到7月的第三个礼拜 是 我认为是一个起工的循环 有四周嘛 是 那么刚刚起涨的股票 就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做进场 好的 那么老师这一次看大做小 看高做低看就做新的策略呢 是一档接着一档的创新高 那在药华药创新高之后呢 又带动了新药的题材 所以这一档药华药第二呢 有药证之外 还有创新高的营收 这档呢还不到100元的秘密武器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把握这个反攻的时机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Lighter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我们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 莫尔投顾蔡英斯坦蔡称华老师 谢谢老师 主持人超最快赚大千 进广告咯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好物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23年来 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古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 糙米有机双刃镇 中广天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联准会升息之后 这次台股会分成两波 那么一波是准备反攻起涨的 另一波则是还没有见到低点 所以要避开破底的股票 把握准备大涨的个股 就让真正的实战操板手蔡英斯坦 来带领你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那一账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在药华药串高之后 我们还有一档同样拿到药镇 而且这个营收也串高的秘密武器 这一档药华药第二 务必把握股价还不到100元 今天播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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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